2018年7月16日18点59分,上海观察客户端,据报道,刚刚结束被约峰会和英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突然向欧盟开炮,他表示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超越中国和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最大对手。 特朗普最大对手是欧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特朗普头戴一顶一有USA字样的白色高尔夫球帽,在苏格兰的四人高尔夫球场接受采访,当主持人提问当今谁是美国的最大对手时,特朗普回答,而欧盟在贸易上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欧盟就是我们的敌人,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对手,却被排在欧盟之后,节目中,特朗普这样评价,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则是经济上的敌人,但他们并不坏,只是说明他们有竞争力。 我们也想,当被问及为何把欧盟列为敌人之首,特朗普回应,你看,欧盟的问题很棘手,在贸易方面,他们已经占了我们便宜,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北约国家,但他们并没有支付他们的那一份账单。 特朗普还特别谈到了德国是个大问题,他认为,德国的北溪管道二号线,天然气书气管道项目,显示,欧洲在能源上对俄罗斯太过依赖,认为德国正是在灰白旗,显示美欧关系正在改变。 面对特朗普的炮碰,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少后在推特上用特朗普最喜欢的词汇对美国和欧盟是最好的朋友,说我们是敌人的,都是在传播假新闻。 不过,在贸易问题上,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确矛盾重重。 今年5月,因为美国退出英核协议,抨击欧盟贸易政策,图斯克率先发出得有如此核虚敌的感慨,而上就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在国防上播出更多款项。 西班牙国家暴将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成为外交炸弹,背后很可能是特朗普为了发现对北约峰会以及英国之心的不满。 就在特朗普接受采访数小时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没有向媒体披露,特朗普方英时就脱欧问题给他治了一个狠交,急速欧吗?而非走向谈判。 不过,媒在提及此事实微微异象,暗示他并不会理会特朗普的建议。 英国伟报评论称,无论是在布鲁塞尔与委员领导人们的恰假,还是公然抨击美的脱欧政策,特朗普这次破日争议的欧洲之行,彻底改变了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再次体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核心思想,美国正为同盟国们所利用。 目前,特朗普已从苏格拉前往赫尔辛基,准备与普丁展开会晤,外界猜测,美俄之间就能达成多少共识。 不过,特朗普这次表现得十分低调,出访前他向CBS表示,然而,华盛顿方面已开始对特朗会感到焦虑。 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马赫斯伯格·曼·麦克斯·布克曼表示,过去一周特朗普与欧洲的不和,正在破坏美国与同盟的关系。 这让华盛顿外交界感到十分恐慌。 而在欧盟之外,特朗普的外交牌,依旧不按常理而出。 在他看来,和朝鲜、中国、俄罗斯的领导人,会面对世界好事,也许还会有好事发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